安波华语足球快训2024年08月02日 西班牙U23激战日本U23 周五深夜澳南足办准决赛继续进行 日本U23对阵西班牙U23 两队在分组赛阶段都展示出强劲的进攻火力 竞争力之强不相伯仲 尤其是日本U23的表现堪称亚洲之光 考虑到大家都具备击败对方晋级四强的资本 此番敖战法定时间内很可能分不出胜负 日本U23在分组赛阶段三战全胜全取9分 其中在首战5比0大胜巴拉圭U23竞险进攻端天赋 其后以两场1比0先后立刻马里U23和以色列U23 虽然进攻端有所降温 不过分组赛全程零失球 不得不称赞日本U23的防守顾若金汤 队员站位严谨 处理球的细节把控得当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 分组赛的三个对手除了巴拉圭U23还算有一定分量 另外两队的竞争力都难言入流 对于日本U23来说 真正的考验还未到 西班牙U23此前分组赛二胜一负 三场合共失了四球 如此看来似乎不及日本U23状态值得让人幸福 但要清楚的是 西班牙U23是在前两轮全取6分的前提下 在上仗对阵竞敌埃及U23时进行大轮换以备战淘汰赛 真实水平理应是在前两轮分别以2比1和3比1获胜时所体现出来 留意西班牙U23的队员 全队上下多名球员征战西甲 其中效力巴塞隆拿的攻击首费明鲁比斯 后卫百澳古巴斯 艾利加西亚名气较大 他们也在本届澳南族拿出过不俗表现 技战术方面 两队都是4月2日到3月1日阵型 打法以传控为主 因此正式交锋之前实在看不出谁有更大胜算 另外比较对时网机 日本U23从1996年开始连续8届没有缺席澳南族 过去7次参赛获得过两次电军 西班牙U23是上届澳南族亚军 1992年至今6次参赛 前5次获得一斤二赢的可观成绩 不难看出日本U23的长客属性更突出 而西班牙U23过往的竞争力更强 这方面也没有赎强赎弱的明显区分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吓 lab grand observed 2000est catch 请不吓 lab Bord 微言 明显 能力 我们 大 瓶 关 我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